大家好,我是Sarah,我是MSIM第一屆畢業生 而我現在正在做商業研究訓練 很多人都會問到底商業研究又是做甚麼 其實很簡單的一個比喻 如果一個英國人和一個中國人說話 如果大家沒有共同的語言 其實就溝通不了 而BA這個角色就是做一個IT和商業的橋樑 這個課程是由三個部份組成的 一個是管理科學,一個是資訊管理 另外我們會將它們兩個整合來應用 所以同學有機會學到商業的知識 都會學到一些資訊管理 資訊管理的知識 其實剛出來開始找工作的時候 很多僱主都會問 MSIM到底在讀哪一門的專業 很多人就會不以為一定是讀IT的 是的,你找到IT的工作 都一定是讀IT的 是的,不過這個只不過一部份 我的課程 即MSIM裡面 它包含的不單是有 一些普通的電腦語言 我們俗稱 也有很多在關於商業上的層面 怎樣去應用 怎樣去利用一些不同的軟件 又或者是系統等等 去應用在你的職場裡面 MSIM這個課程是用資訊科技去管理企業 這個課程是混合了IT和商業的元素 同學可以找到不同的IT工種 例如是項目管理 和商業研究 剛剛開始讀MSIM 即第一年的時候 因為始終是専門入獄 之前也沒有讀一些Java 或者電腦計劃等等 剛剛開始找工作 是真的會有些難度的 就是慢慢靠著很多老師 同學幫助的時候 慢慢就已經抓到 Java這個語言 是什麼呢 私家家又是什麼呢 然後怎樣用 MiniTap 或者一些軟件 去處理一些很大量的數據 轉化成為資訊 其實我們同學 就業前景是非常理想的 現在很多公司都在找到 譬如行業討論 行業討論 行業討論 行業管理 這些人才 這些人才 需要結合行業的知識 以及IT的知識 他們也可以賺到非常可觀的收入 而我將來 其實都希望能夠做到 項目管理 因為其實我都很喜歡 跟別人溝通 而且我又覺得 既然我都讀了這一科 那就不要浪費了它 應該將它 愈來愈善用我所學到的東西 然後發揮在正常上面 這樣才能夠回饋社會 以及回饋學校 在家裡 從未來的適合 都可以在家裡 為了 你們有一個人